中文字幕 李宗盛 想着烧夜食 不想用原本加拿大传统 或者北美洲会传统用的烧烤炉 BBQ用GAS或者天然气那些 很没忍的 一个人烧光 其他人坐着等吃 不是那么好玩 我还是喜欢回到传统式 用碳来烧 首先要透好烤炉 千辛万苦 终于找一些小口叉 其实法例上 不可以在木台上高烧食 无论你是炉烤炉 都不可以 现在当然是偷鸡 还有就是因为阳光 通常书吃的时候 可能是四五点的时候 阳光已经打斜 我家就由那边晒过来 有个棚子都没什么作用 阳光已经不在顶上 这样便要在旁边加多一个小口叉 再挡一挡才行 先要透挡 鸡濕了 当然是透鸡 又可以用噴火枪来烧 无谓清佈製作报纸 以前在香港吃烧烤焢烤 却炖在炉头中将被烧烤 只是不可以 只能使用烧焊烤火槁 fach烧热 吸烤好四分钟 不过是传统的木炭 烬着会酱火 通常穿短裤 可能会十分痛 但它是最容易穿的 我現在穿了之後 待會再加另一種 圓球型的 好像煤一樣的 圓球型的燃料 那種就不會彈 不會啪啪啪 枯也沒有那麼多 現在就燒起火 待會再加 煤炭球 看到了,這隻就是煤炭球 這隻就是木的 炭球 放進去 平均地放 現在剛剛燒起火 比較大煙 會燒得太鹹 很容易燒焦 我現在就早點透好火 等火燒到半旺盛 反而最旺盛的時候 很容易燒焦 等它半旺盛的時候才溶 無論如何都好 燒野食也是為了開心 安全也是最重要的 我會預備好 喉院的水喉是要運作的 試過水是可以的 或者你要預備一桶水 水喉是最方便的 拿一桶水都怕 一會倒下去也不夠 有水喉是最好的 有滅火桶那些 你都要預備好 無論你是用什麼形式去燒野食 都應該有一個安全的保障 好 現在開始燒了 我們先放一些Cram 本來打算放在網上 現在放在盆上 用兩種不同的方式 試一下什麼味道 好像有些已經打開了 嘩 多漂亮 有條香腸仔 谢谢